你们知道,现在吃瓜群众做什么是风险最大吗? 吐槽一个明星,尤其是有流量,有粉丝的明星, 之前一个网友吐槽蔡徐坤,就遭到了此种粉圆兽, 而撇笑,还品一项,那叫一个暴力。 这两天又出来了一件类似的事,一个微博名为小某某的素人, 在微博上点名了自己最讨厌的四个女歌手, 谭维维、吉克俊逸、邓紫棋、袁亚雷, 这四位原本这个吐槽放在茫茫微博里面, 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,不会被我们所看到, 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,但,被点名的明星本人下场了, 吉克俊逸和谭维维,不知道怎么看见了这个微博, 跑去点了个赞,明星点赞意味着什么呢? 以为着,把这个隐藏在茫茫大海中的那滴水, 拉到太阳底下了,很快,这个事上了热搜, 很快,比点赞还有意思的操作也来了, 邓紫棋下场取名了,之后, 邓紫棋也上了热搜,就仿佛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, 剩下三个被点名的,都参与进了这条微博, 但,我告诉你们,这不是一个什么狂欢, 不要忘了,有个人要遭殃了, 对,就是发这条微博的张某某, 这条微博被晒到了热搜后, 张某某说很多人跑去骂他,攻击他, 比如以前很多微博,都被人挖了出来啊, 被粉丝追着骂啊, 最厉害的是什么呢,是他被人肉了, 照片被挂出来了,以及相关参与评论的网友, 也遭到了邓紫棋粉丝的骚扰, 人肉,网络暴力,这些词, 平常但说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, 但说细一点,拿出一些例子, 就让人感觉非常不适, 比如几千条私信过来全是脏话骂人的, 呆脏字排带全家的, 以及各种诅咒等等之类的, 更甚至是挖出个人隐私, 挂了出来,或者骚扰到现实生活中, 这里面无论哪一条, 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, 琴哈说, 里面有一期讨论到这个话题, 键盘侠是不是侠, 其中薛教授的评论, 让我记忆深刻, 他说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很强的负责外部性, 扔一个口香糖, 成本很低, 但性干净挖干净, 成本很高, 他说的是成本问题, 再细想一下, 万千个口香糖砸下来, 又何止是成本的问题, 这是网络暴力的可怕之处, 这个现象在这几年娱乐圈流行本圈文化后, 变得更甚, 不过, 也把吐槽的张某某, 心理还算强大, 被攻击后, 回应了, 回应了不止一次, 算是逻辑清晰, 对自己以前说话口无遮拦道歉, 但仍然觉得微博是自己的自留地, 他喜欢谁不喜欢, 谁是自己的事情, 所以这件事, 要论对错, 张某某真的没什么错, 一, 他只是在自己微博吐槽, 没有去明星微博底下吐槽挑衅, 二, 他没有侮辱卖, 没有人身攻击, 也没有造调, 只是简单的在自己微博上吐个槽吃个瓜, 至于被粉丝人受骂, 而至于那几个参与镜这件事, 最后把事闹大了的明星, 有网友说他们只是无意的, 原本只是想抖个机灵, 但也有网友猜测, 这是一场炒作, 因为吉克俊叶和他为了点赞后, 接着就发新歌了, 吉克俊叶宣传了自己的新歌, 唐维维宣传了自己的活动, 而且巧的是, 唐维维和吉克俊叶属于同一家公司, 叫天号盛事, 沙宝亮也是这个公司的, 年会的时候, 两人还一起合影了, M时间点和人物关系还真的挺小的, 包括邓紫棋也是如此, 评论了那条素人微博后, 马上就宣传了自己的新歌, 还有一点就是, 这个张某某的转发点赞里, 很多都像是水军, 也难怪, 这场有几个女明星剪接, 导致的网络暴力, 最后会被怀疑是联合炒作了, 这事到, 真品M复杂啊啊话说回来, 无论这到底是友谊营销, 还是无意引起的网络暴力, 其实多多少少都反映出, 参与见的几个女明星, 情商是比较一般的, 明星和普通网友在微博上的话语权, 根本不在一个当次, 明星有庞大的影响力和粉丝询, 基本上是指哪打哪, 就算明星本人没有咋的意思, 但把族人挂出来了, 就不可避免的, 有多理智的粉丝前去攻击, 公众人物们, 要对自己的力量有点数啊, 而说岂能把这件小事闹大的几个人, 也有一些情商上的八卦客聊, 像之前西梦瑶在维蜜上摔跤, 当时圈内很多艺人都发微博鼓励西梦瑶, 但极客举意的鼓励, 是最有争议的, 他当时说什么呢, 我家宝就是摔, 为一个世纪时毛摔怎样, 大长腿就是比较不方便了啦, 骄傲的继续大步向前狗头, 哎, 你, 这个安慰被网友评论, 太尴尬了, 讲真, 安慰就安慰, 鼓励就鼓励, 为什么非要说出一种, 你摔倒了你很光荣的感觉呢, 这不是帮朋友, 这是在挖坑给朋友跳啊, 而谭威威说起来, 其实并没有他多的黑点, 就是也不大会说话, 曾经上天天向上的时候, 汪海文他觉得自己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, 谭威威说自己是实力派, 后面他补了一句, 华晨与开演唱会第一时间就把票卖完了, 自己卖两年估计都卖不完, 所以自己是实力派, 不是偶像派, 这个话说出来, 其实就有点不妥当, 一个是有点讽刺黄晨与以及偶像歌手的感觉, 另一点是, 似乎表明实力派歌手的演唱会票就一定很难卖, 那不一定, 很多实力派歌手的票, 一样是一票拿手, 相反, 走偶像路线的靴之前, 之前卖他票的黄牛, 都砸了一堆票在手里, 卖不出去, 当然这算不上什么问题, 在广泛的理解上是可以的, 但不准却也不太妥当, 谭威威在圈内最有严头的八卦, 其实是和尚文杰的八卦, 谭威威和尚文杰都是2006年超级女生出来的, 尚文杰夺挂, 谭威威亚军, 比赛结束后, 谭威威先天宇, 三年后离开, 换公司后, 谭威威推出了一首歌叫谭萌萌, 先是说我上了杂志封面, 可惜是三人和, 影, 我站在冠军左边, 陪他嬉皮笑脸, 他样样都不如我, 这不就是骂得上文杰吗? 骂上文杰, 样样不如自己, 还拿了冠军, 自己却只拿着亚军, 又唱你欠我欠我好几年, 你欠我欠我好多钱, 你夸我夸我所神仙, 你骂我骂我没唱片, 这骂得又是天宇老东家了, 后来谭萌萌接受采访, 说自己没骂上文杰, 骂的是自己当时狂妄的心情, 认真听的人会知道, M这白妄还真是藏得够深, 而说起这几个女性理念, 几颗俊英和谭萌萌的草点, 和邓紫棋的比起来, 压根都算不上真的草点, 因为我是个手走红的邓紫棋, 之后, 又已经与嘴走红, 大众以为她是属于可爱机灵的那一种, 但并不是, 2006年, 胡信儿为了拍肥田喜事, 增费了约36斤, 那真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角色, 牺牲自我啊, 当时15岁的邓紫棋, 就在博客上而不幸而是最见最丑, 最不会演戏最讨人厌的演员, 越里翻译成普通话如下, 倪刘彩或邓立新, 香港的歌手和女演员, 那个时候的邓紫棋把很多东西都分享到博客上, 包括和男友的照片, 及和男友的三日两夜游, 当时写的话是, 我唯一可以说的是, 我们真的很像已婚,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三天的共处, 以至于他后来自报下面这个新闻时, 网友挖住以前和初恋男友, 的三月两夜游后, 并不太相信他的爆料, 这是邓紫棋出, 到之前的事, 出道之后, 也被报过不少负面新闻, 2013年的时候, 前辈珍妮公安目视邓紫棋部长礼貌, 没有家教, 珍妮说有一次在香港大球场碰见邓紫棋, 对方视而不见, 没有和自己打招呼, 这个是具体情况是怎么样, 不太清楚, 有可能是珍妮以老卖老, 到后面, 邓紫棋又被爆料耍大牌, 2014年11月, 在记者会上, 安排访问环节, 团队耍大牌, 不配合就取消, 2015年2月又爆出, 邓紫棋团队因为驱下飞机, 导致航班延误一小时, 这就像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, 没过一个月, 2015年3月, 邓紫棋上康熙又被爆耍大牌, 一个月后, 也就是次月份, 团队又因为耍大牌, 邓紫棋遭到我是歌手双连会提出, 这点事当时搞得很不愉快, 洪涛在微博上, 问谈发声你不换歌, 我们换人, 晚安, 一天后, 邓紫棋赶紧在微博上面火, 发布长文, 一个接一个的负面新闻,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 接踵而至, 压力大到, 邓紫棋都哭了, 表示要检讨自己和团队, 圈里面有这么句话, 叫粉丝犯错, 艺人买单, 团队犯错, 艺人买单, 这说明什么呢? 说明, 即便不是艺人自己的错, 但因为换绑在一起, 各种利益和荣誉是压根分不开的, 邓紫棋未必有这么蠢, 干红没多久, 就各种耍大牌, 自断宣承, 他有可能是被误会, 被冤枉, 和背锅, 他也可以说, 自, 几十五岁的时候骂胡兴儿是因为年纪太小, 那正是因为如此, 经历过的邓紫棋就更应该明白,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 就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 和对粉丝的引导, 这是如今的网络世界, 所有艺人都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, 在网络世界里, 网络暴力分分钟就能引发, 而欲人也可能分分钟, 就成为引爆的那一个点,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, 方式方法都太重要, 毕竟, 有时候你以为, 你自己在抖机令, 但粉丝真的会以为你是在下命令, 你才能成为何我会用, 基本能很难以为, 中纪大线, 所见在线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